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自然与美食相互融合 创造出令人陶醉的味蕾体验 格斯大利加的美食特色 跟这个国家的环境和地理 以及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在这个美丽国度里 最纯真的生活追求 造就了他们简约化 本贞化的美食养成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美食之旅 从格斯大利加的国民早餐开始 加拉帕格斯汤 独特的风味 是每天的必备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有土豆泥 豆子饭 以及油炸香蕉 再配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格斯大利加有一个经典的菜肴 就是加拉帕 制作这道菜需要精湛的技巧 和对传统食材的热爱 它代表了格斯大利加人 对食物的热情和纯真 加拉帕格斯大利加人 令人扔特的风味 使用热气腾的风味 炸臨 加拉帕格斯大利加人 高飞地 加拉帕格斯大利加人 高飞地 哥斯达里加的餐厅为您提供了最佳的润餐体验 尽情品味传统美食 这里的菜品其实既有拉美的传统 也传承了很多西班牙殖民的风味 但这也是饮食文化的内在表现 这里的海鲜 非常的新鲜 因为哥斯达里加丰富的海洋资源 给当地的渔民创造了非常多的捕捞机会 大海充满了新鲜的食材 那么亚历山大鱼烹饪方式简单 但味道令人难以忘怀 各类海鲜应有今有都是大海的馈赠 哥斯达里加的农业注重可持续性 因此您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有机的水果和蔬菜 这里的人们也会用新鲜的蔬果加工成美食 例如椰子饭和阿拉帕 哥斯达里加是一个充满自然奇观的地方 美食与大自然相辅相成 哥斯达里加的美食文化丰富多彩 是石刻的天堂 期待您的下次光临 一同探索这个美丽国家的美味佳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钰琴 钰琴